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事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2号表示 俄军试图逼使库尔斯克的乌军防线 向后撤退 但是没有成功 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 则是遭到了俄军的导弹攻击 有三名平民受伤 包括了一名儿童 泽林斯基表示 他近日访问巴黎时 与法国讨论了共建新的国防生产设施 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 有建筑物被俄军导弹击中 有地方起火 火势猛烈 多辆消防车赶到一边救火 一边在瓦力中搜救生还者 乌克兰内政部表示 俄军利用导弹 攻击当地的民柱及基础设施 起击造成三名平民受伤 包括一名12岁儿童 至于乌克兰东部库拉霍维 日前被俄军攻陷的两座村庄 街道上只余下破烂的车辆 及损毁的民宅 市面空无一人 仿如死成 俄军近期加强 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 乌军由于缺乏兵免籍装备 无法抵御 不得不后退 俄军接连攻占多个村庄 不过民众早已一早撤离 有回来收拾物品的居民表示 当地没有水电等物资 他们早已迁到外面暂住 除非战事一两个月内结束 否则他们无法留下重新生活 位于乌克兰南部 奥德萨地区的沃尔克夫 近期也遭到越来越频密的 俄军无人机攻击 部署在海边的乌军表示 每次来袭的无人机多达30至40架 可能来自克里米亚地区速度很快 他们必须快速将他们击落 否则后方的民众便会遇袭 当地位于著名的多瑙河河口 原本是热门旅游度假区 现在则一片萧条 俄乌战事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半 和平仍然遥遥无期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日前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杀人的独裁者 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反指 哈里斯的言论 反映美国最高政治特权接近 总爱把其国际关系模式 强加给全世界 而这种模式 已越来越不受全球多数国家的欢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电视讲话中 提及其刚刚结束的欧洲之行 他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讨论在乌克兰建立新的生产线 详情将由两国国防部长继续商讨 他并再次感激 德国再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国防援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频